有民眾說是加進這張有名飯店 會開建型房的會館 事後說是要專入這個會籍 不過說有通緝說要先花七萬五千塊 不過這小部會的定性化 客油裡面明明就有規定 不可以超過一千五塊 怎麼會這樣 不過這個客油的原本 根本就沒有所謂 所以小幾會現在建議應該要改進 要先是這間有名飯店的建型房 重新會館 不過他要專入會籍 協比高低比住戶七萬五千塊 理解條款的事先簽證是並沒有記載 他覺得最多的不合意 用小幾會來搭載 一千五百塊 但是歷書表示 因為定型化客油 本主席沒法入優勢力 因此也沒法可負 但他只是定型化契約的內容而已 那所以你如果說超出這個費用的話 目前的定型化契約是沒有一個強制力的 那如果要讓他有強制力的話 勢必要把它列在一個 因在 因記載這四項裡面 小幾會建議應該在定型化客油檔中 因記載以不得記載四項中 正確會集專業會上和補充消費者 管理 這次比到在飯店建型房標示 會集專業會是不是不適當 還要開會研究 將是沒有回應 去這裡總合佈 謝謝大家